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就不多是废话 我现在脸上呢就是一个 一天的妆的一个效果 然后那个腮红我没有补 我等一下想给大家试一下 我今年新买的一个腮红 然后这支视频呢 应该算是我2024年的第一支视频嘛 我刚刚有说 然后也算是我2024年第一份 就是说给自己买的一些新年礼物 然后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的 我就废话不多说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玩具类吧 玩具呢我就是满屋子都是Jolly Cat 买了很多Jolly Cat 我实在太喜欢了 然后我老公也很喜欢Jolly Cat 所以说我们家就全是Jolly Cat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看 开两个今年新品Jolly Cat 一个呢是这种香玉籽的一个兔兔 这个兔兔我还在想 有可能送我一个好朋友 有可能自留 我还在想 对 这个兔兔超可爱 有没有 就是很好看的一个香玉紫色 然后尾巴是白色的 对 我有超多这个兔兔 然后我是真的会抱这个兔兔睡觉的 就是我从小会有一个抱娃娃睡觉的一个习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从小我妈为了安抚我就给我抱个娃娃 然后直到我现在三十了 我还抱个娃娃睡觉 好 还有一支呢 是我老公很喜欢的 这一支就是这个袋子上的这个新品2024年新品 这个黑猫 这个黑猫我觉得也蛮乖的 其实我是有点怕黑猫这个东西的 但我觉得这个黑猫Jolly Cat 就是把一切就是丑不拉击 或一切匪夷所思的东西做得特别可爱 然后这个真的 这个猫特别黑 它的背就是全是黑色 我还有点害怕 然后它有一个尾巴 对 然后戴个小帽子 就这样看也挺乖的 挺可爱的 到时候可以放在我们家沙发上 我们家这个Jolly Cat真是装满屋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挺乖的 所以说就也收了 然后这个好像比别的要贵一点 这个好像差不多是要58加税吧 好像对 我觉得它挺可爱的 好 接下来呢 我还是先分享玩具吧 分享完玩具之后 我再来分享一些彩妆之类的东西 因为如果到时候是色亚怕手脏脏 还有一个是之前买的一个拼图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找一找 就是有人在卖这个拼图 然后我是之前差不多11月份12月份 在Omomo买的 我觉得这个拼图它就是一个多伦多的 一个城市的一个景象 有CN Tower 然后有这个电车 然后还有一些CNE啊 就是一些多伦多比较著名的 还有博物馆啊 就是比较著名的一幅画的感觉 对 这个拼图 反正我们家的拼图一般都是我老公帮我拼 因为我没有特别大的耐心 然后他帮我拼好之后呢 我会去找同尺寸的那个相框 然后把它裱起来 就作为家里的一幅画 我觉得挺好看 然后这个拼图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拼图它细节做得也蛮好 我之前是在Omomo买 但好像我现在有看 好像没有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Omomo找一找 对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它里面还有一个拼图的包包 它就是打开以后是这样 就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帆布的一个袋子装的拼图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里面呢 它这个都是就是摸起来 就是有那种感觉的 然后这里面就是拼图 这个有一千片 我反正是没有耐心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 你自己比较爱拼图 或者你家里有一个 比较爱拼图的 你小孩也好 或者是你老公也好 它可以给你拼出来 然后你可以在家裱起来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很好看 对 这一个拼图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很好看 我个人很喜欢 好 接下来的玩具呢 是2024年的一些新乐高 就是等了乐高很久出新品 它终于出新品了 然后我就拿了一些 我比较喜欢的 还买了两只樱花 就是那个 我是在实体店看到 它们做出来的樱花 就它们拼出来的樱花 我觉得超级好看 所以我就买了两束 然后它一处是19块9毛9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 它那个樱花 你在那个官网上看的图片 有可能小小一颗 但其实它实际的是挺大的 就挺饱满的 我觉得挺好看 就是如果喜欢花的人 就是必收那一款樱花 好 这个到货的呢 樱花还没到货 我忘了 我刚刚讲了没 到货的这个优克莉莉 这个超好看 这个绿色 就是奶油绿 我超级喜欢耶 这个优克莉莉 太好看了 我是12月31号的时候 就它一上线 不对 它是1月1号上了线 然后我1月1号上线之后 赶紧收的 它是三合一 我第一次买这种三合一套装 它可以拼一个优克莉莉 好像还可以拼这种 金鱼啊什么的 对 反正我还有滑板吧 这个是 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这一个 主要是它的样子特别好看 对 这个是反面 对 就是很东南亚风 然后很度假风的一个优克莉莉 摆在家里 超级好看 对 好 接下来呢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也是我观望了超久 就是我知道它出这个玫瑰花 我就每天在等待 然后我12月31号就凌晨嘛 其实就是1月1号的时候 我就马上在观望抢了 然后现在我看官网已经back order了 大家可以如果喜欢的话可以order一下 然后呢它这个就是情人节的 感觉像是一个情人节的款式 它这里有一些你可以写名字的 去某某某 我觉得挺浪漫挺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在筹情人节送给 就对象什么礼物 我觉得这个乐高还是蛮值得拥有的 这个乐高 我觉得太好看了 就是我很喜欢花 我之前买过那个乐高的两个那个花束嘛 就是一个小小的set 但那个搬家搬不见了 然后这一大处 它有很多就是肥的 就开开好了的 然后花骨朵 然后还是那个含苞呆叶 它都有 然后还有些满天心 这个插在花瓶里 真的是不要太好看 我就是很喜欢乐高的花束 哦对 反面给大家看一下 反面长这个样 对 反面是这个样子 近处给大家看一下 对 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是给朋友买的一个 宝丽来这个相机 对 这个也是今年的新品 然后呢 他一出来 我就给朋友订了一个 因为之前那个朋友去夏威夷 给我带了很多伴手礼 然后我超级感谢他 他给我买了好多 那个黑皮 Hello Kitty 我都超级喜欢 所以说呢 我就给他买了一个 这个乐高的相机 我觉得超级可爱 然后他也都是可以 就是说打照片的 我在广网上看 然后也在小红书上 看了一看 这一台相机 它是可以按一个扭 然后相机可以出来 感觉还挺有玩的 然后反面长这个样子 对 我觉得很可爱 所以说这个相机 是给别人的礼物 然后自己也很喜欢 好 这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玩具 对 就是这些 哦 还有一个觉得挺好玩的 是在Emomo买的 一个这种小包包 对 一个这种结婚小猫咪 然后这个是新娘 后面是新郎 有好多个新郎啊 我觉得这个超可爱 这个小包包 然后就之后 如果要装些什么化妆品啊 口红啊 放包包里 然后我觉得这个超可爱 大家可以去Emomo找一下 然后它这个 是一个牌子的 日本的一个牌子 对 然后他们家做那种文创 就是粘胶啊 笔啊 然后sticker 还有一些本子啊 还有一些笔盒啊 反正都挺好玩的 大家可以去Emomo找一下 主要是我很喜欢小猫 然后它又是一个这种 结婚小猫 我觉得超可爱 对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裁妆了 还有就是我买的这个 Best Bodywork 这个就是它最近打折嘛 就是三块钱 其实我之前挺瞧不上这个牌子的 会觉得香不垃圾 略致香 但它三块钱嘛 三块钱 四块钱 好像就一瓶那个洗手液 我就觉得哇 太划算了 然后我发现了 好好闻的味道 发现了几个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反正剩下这里面有 应该有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九支 然后家里还用了两支 就差不多应该买了十几支 反正挺划算的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大家如果跟我一样喜欢中性香的宝贝们 可以去买这两款味道 这两款 这两个好像是五支 是二十八块钱加水 反正挺划算的 然后它这个是 就是那种 这个是泡泡的 对 然后这个是像那种 Gel的那种质地 就这个比较耐用一点 然后这个泡泡就是 不是那么耐用 但这两个味道 我很喜欢 它是那种中性的 木质调的 高级的味道 它不会像他们家别的牌子 就是别的口味 那么的 冲人 你懂吧 我不是很喜欢那么甜的 然后特别冲的 那个味道 闻着上头 就头疼 所以说呢 我比较喜欢的是 这种淡淡的 优雅的 然后木质调 低调的香 如果大家最近也缺洗手 也可以去试一试 闻一闻这两款香 然后这两款香 我也送朋友了 他们也觉得挺好闻的 就是感觉这个味道 应该算是比较 大众能够接受的味道 然后呢 我就买了 反正应该有几瓶 应该有五瓶 因为五个二十八嘛 我就买了五瓶这个味道 然后这个比较耐用一点 所以说 我买了三瓶 像这样的 然后买了 反正就囤了一年的洗手液 因为太便宜了 然后买了两瓶 这种泡泡的 我最先买的是泡泡的 所以大家呢 可以从泡泡的开始闻起 反正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好 建议大家买泡泡的 然后这个也可以带几瓶 这个我还没用过 因为泡泡的我用过了 所以说我有这个话语权 我觉得泡泡的就是 很低调的 很高级的香 闻在手上 就是非常的舒服 不会像他们家 其他的香 特别冲人 然后呢 还有这些都是比较 就是自然的香 对 这个是当时 好像是三块钱 一个买的 然后都是 Boxing Day买的 都是比较自然的香 对 这个也是自然的 它就是那种 雨后的味道 破合加上一个雨后的味道 都闻起来很舒服 反正这几款 是我闻来闻去 我很喜欢的 其他的我都不是 很能接受 然后这个是 也是雨后 然后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packaging 很好看 然后它的味道 是偏甜一点的 我现在再来闻一下 但好像它没有那么甜 因为我很喜欢 粉色的那种包装嘛 所以我买了一个 OK 它这个是偏甜很多的 就是很经典 很经典的这个 他们家这个 Bass and Bodywork 这个香味 但是也能接受 没有那么甜 然后这种都是比较 好闻的 就比较轻松 闻起来没有特别大负担的 那种味道 闻一下 嗯 这个味道就是 清新自然很多 对 反正就是囤了一年的洗手液 他们家现在 我就是 我录视频的今天 他们还在打折 就三块钱 一瓶 我觉得超划算 大家不买 白不买 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是一些彩妆 买了今年香蕾儿新品 我在想 我先给大家说Mac吧 Mac的一些东西 对 说Mac 然后我们再统一说小香 小香这两个我超期待 然后还想上脸 给大家看一看 首先我买这个 Mac他们家这个热链盘 在小红书上 叫热链盘 然后这个是我在专柜买的 当时也是boxing day打折 打30off买的 也是挺划算 反正国内叫做热链盘 它是一个比较粉粉的盘盘 然后听它名字 就觉得很浪漫嘛 很少女 热链盘 然后呢 我最近都是在用这一盘换 因为我很喜欢粉色 但我今天用的是 Chanel的Tender 然后我 就是上班的时候呢 我都是涂这一盘 Mac家之前的眼影 它比较干 就是比较干 很难上色 然后现在呢 他们家就是做了一些 椰子油的成分 所以说 它呢 就是比较的顺滑 大家可以看这种 手上的试色 它就不会说那么干 然后那么难上色了 它的色反而是 就是比较保湿 然后比较好上 就这样一抹就上了 我平常画这个眼影盘 超级简单 就只用四个颜色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首先用这一颗颜色打底 然后再用这一颗颜色加深 这两颗颜色 它打造出来的眼睛 就是非常浪漫 然后特别女生 少女 然后也有点那种 韩国的那种妆的感觉 就是韩国那种 很温柔的妹子的妆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一颗画卧蚕 真的超级好看 就像妈生卧蚕 很自然 它不会给你那种特别 就是像眼下像画了一个啥一样 那种感觉 没有 它是很自然的 然后再用这一颗提亮一下 但这一颗提亮 说实话呢 我觉得它没有让我很满意 就它的那种提亮 是那种若隐若现 没有说特别特别 bling bling的感觉 它就是像这种 就这种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比较自然的 就是上眼没有说 大颗闪呀 它就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闪 它不会说是那种一大颗一大颗 那种颗颗分明的 它不是 它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感觉 对 这是这四颗颜色 给大家做一个试色 然后这个呢 有的时候就是说 想得起来就会做一个眼线加深 对 我也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就这个颜色 如果想得起来 我会做一个眼线加深 如果想不起来 就不用了 然后这个颜色 我几乎没有用过 我一般都是用这些颜色 对 这些 然后这个没有用过 好 这个盘盘 我还是挺推荐大家买的 对 我觉得挺好看的 就是画那种少女的妆容 这个还挺好看的 我要去拿点纸 把这个擦 就是三个东西 这个也是Mac的 这个是我之前好朋友 带我去了一次开仓 就加拿大这边开仓 我从来没有去过 就是我一个蛮喜欢美妆的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开仓 然后他带我去了一次之后 就想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如果以后有开仓的话 我是一定要去的 我就觉得 哇 这是同样的东西 去开仓的地方买 只要几块钱 真的就是几块钱 就能买到 我觉得真的是 专柜都要好几百的东西 然后在那真的就十几块 然后这一根 专柜 Mac他们家这个黑魔杖 然后呢 专柜要卖 40了 就是加税之后 然后我在这个开仓 只要十块钱一根 宝贝们 只要十块钱 反正现在是没有开仓 我是年底的时候 他带我去过一次 然后我买了两只 这个黑魔杖 我都是忙买 然后我觉得颜色特别好看 然后这个是比较保湿款的 就是保湿的mat质地 然后这个颜色是899 然后是这样 899是比较自然的一个豆沙粉色 豆沙红一点 然后也有点粉的上嘴巴的一个颜色 但是没有那么粉 它还是偏红味主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一只开仓只要十块钱 它也没有说过期啊什么 我都是有查过的 它都是2025年才过期 就是日期也比较新鲜 然后这一只呢 是897黑魔杖 这一只擦上去就是一个非常寒装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一只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就这两只我都很喜欢 然后897这一个呢 是涂完之后你的妆容 就是你的眼妆 马上因为这个嘴巴很粉 然后很这种霉的感觉 就是妆容马上就可以让人看出来的感觉 然后这一只我觉得很寒细 然后这一只就比较适合这个8 我看看 899就比较适合日常通勤 然后这一只就比较适合出去约会啊 吃饭啊 或姐妹聚会用的一个颜色 对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TOMFOR的眼影 这个TOMFOR眼影呢 也是之前开仓买的 本来之前就是在Sephora买过了 然后这一 那个Sephora那个我退掉了 因为开仓太便宜了嘛 所以说我就 Sephora这一盒好像要130加税 然后我在开仓好像是80还是70买的 还是60 我给忘了 反正特别特别便宜的买的 然后也是新品嘛 然后这个是限量的这个盘盘 然后它是我看看几号色 二号色 对它是一个这种 比较温柔的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低饱和的一个粉色 像橡皮粉的感觉 然后我给大家在这里 Swatch一下 反正这个我就是开仓的时候买的 我就觉得哇塞好好玩 然后这个粉色呢 就是说实话 它这个TOMFOR的粉色 没有别的粉那么粉 它反而是有点棕粉的感觉 但是就是比较适合日常的通勤 然后你永远可以相信TOMFOR的这个粉质 就是非常非常的丝滑 这个呢是这一个TOMFOR的这个四色眼影的一个手上的四色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色 然后饱和度很高的一个颜色 非常适合日常的通勤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这个LAMAY的这个经典的面霜 这个是之前我老公给我买的 他当时看到 我觉得老公特别会看那种化妆品的那种折扣啊什么的 他发现了 然后他就给我下单了 然后这个是Costco上面买的 LAMAY减100块钱 好像这个税后才要360多加币 就挺划算的 Sephora上面都卖到515加税了 然后Costco当时打100块钱off的时候 老公给我收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挺好 就是挺划算的 然后反正这个就是在家囤着嘛 不用都得用的一个东西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比较期待的 今年的香奈儿的新品 今年的香奈儿新品 大家都知道我是香奈儿那个脑袋嘛 我就特别喜欢香奈儿的采访 然后今年这个香奈儿新品呢 买了两个 收了两个 一个是我很期待很期待的眼影盘 对 这个眼影盘我很期待 它的颜色叫酷 这个颜色 它是比较粉粉的 然后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就是粉色的那种眼影 都是我超级喜欢的 我的本命眼影 这个留了很久之前 很早就买了 然后呢它一上市我就买了 为了给大家录视频所以一直留着没有用 想把第一次跟大家一起用 好首先给大家试这个颜色 这个就是打底色 反正我是很喜欢他们家这一盘 香奈儿这一盘它就是要很用力的上色 要不然它在手上 不是很显色 但上眼睛的话都是没问题的 反正我现在每天都用香奈儿这个 五色眼影画眼睛 我就觉得粉质就是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喜欢 但是我跟你们说呀我现在在这个手上试 试不出来就是 试不出来什么感觉 就是 香奈儿眼影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上眼就是很好看 好的 还在试哈 就是它 失色真的试不出来耶 大家有看到吗 就这个样子我就很努力 一直抹一直抹了 但它就是在手上很难显色 但是呢 在这个眼睛上的显色还是不错的 我今天用的是tender 然后已经一天了 然后我也是很简单的画的 没有说画的特别的 就是我随便用 今天着急出门 所以说我没有画的特别认真 但我觉得这个tender的表现力也是不错 然后我今天还去做了个头疗 它都是说 就是闭着眼嘛一直 但它这个眼睛还在 就是上眼的显色度是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盘 我也是很喜欢 这一盘我买到我开心死了 他们说这一盘是限量 但是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限量 反正收了就是安心 好的 我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颜色 一个腮红 一般我新买的香奈亚的这个盒子 我会留一段时间在扔 就是我上一次那个盒子都有留着 然后我都是搬家的时候扔 这个我也在留一段时间在扔吧 好这个呢是我买的柔粉色 Rose这一盘的这个腮红 对这个腮红比眼影要贵一些 然后它是限量的腮红也是 这个样子 对我买的是一个柔粉色 这个样子 它上面是有雪花的这个印花的 大家看不看得见就很漂亮 很香奈很好看 然后它也是限量的 然后这个刷子应该不会很好用啊 但是呢我懒得拿别的刷子 要不然我又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用这个刷子上一下 第一次上脸没有用过 好漂亮啊 这个涂的涂啊 上一下哇 很自然呀 超怕那种猴屁股的那种腮红 然后它这个刷子也比想象中一样好用 不知道大家看不见我离近一点哈 这个样我最近这找了一颗痘 对这个样 挺好看的耶 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边脸的区别 这边突然就元气起来了 但又很自然 就像你皮肤里面自带的腮红一样 不会是那种特别特别 heavy的那种腮红 然后它这个味道 真的有小时候妈妈的那种胭脂味的感觉 它那个味道 然后我这边涂的还稍微重了一点下手 它呈现的也是很自然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很可爱耶 不错不错 这个我很喜欢 哇哦 超级可爱 鼻头也来一点 鼻头最近长了个痘痘 对对这个样子 很元气 这个腮红很值得买哦 超级推荐 反正我觉得我这次买的两个 都是我今天要细选出来的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都是很值得的 超级值得 大家可以去买 如果喜欢香蕾的 宝贝的 对 然后这些就是一些小样了 我这次是在shopper's买的 我比较喜欢shopper's买香蕾 就是比较 sales比较大方 会送很多小样 然后还送了一个香水小样 我给它已经用了 所以说 它送小样还是挺多的 然后这就是我最近的购物分享 都分享完了 之后呢会有一个我闺蜜 就是我反向海淘 我闺蜜送了一些小礼物 从国内运过来 然后也是我自己也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一起运过来 让闺蜜的一个反向海淘 就淘宝的一个开箱 那个开箱应该是蛮好玩 因为很多很好用 然后很稀奇古怪的东西 还有一些光腿神器 就是我们 真的说我闺蜜在路上 看了一个路人 穿的光腿神器很自然 然后她去问别人 然后要来的链接下的单的 就这些真正就是很好玩 然后很好用的东西 下一个可以给大家分享 淘宝购物分享 就是一个反向海淘 这个视频应该会很有意思 然后接下来呢 就想给大家就是 一定要就是加油 就是要有一个这个 录视频的一个routine 然后给大家录一下减肥视频 减肥事情真的是从夏天 拖到现在都没有录 都已经2024年了 我还没有录 但是我的体重现在差不多52嘛 我想是说我的理想是50 给大家出 但我觉得无所谓了 就是已经是很瘦了 所以说是时候可以给大家出一些减肥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分享一下 其实减肥呢 在这里说一句简简单单 说一句就是少吃 少吃才能瘦 你多吃了吃多了 把腿跑断了都没有用 所以说我instagram也说过很多遍减肥 就是少吃客吃 就是脑海里默念 吃东西没有当美女快乐 就瘦下来了 我之前大家也知道 我之前有段时间 就是暴饮暴食 就是吃的比较多 然后自己也不减肥 然后突然有一天 就是崛起了 然后开始减肥 就一发不可收拾 就上瘾了 所以说呢 之后再跟大家细说吧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口条又不顺了 好久没有录视频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其实我最近还买了挺多衣服的 但是那些衣服 我都挂起来 也不太好分享了 所以说就不能分享了 只能到说 instagram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OOTD啊 什么的 对 然后这些就是一些彩妆 玩具的分享 对 就到这里了 舍不得关机的感觉 好 就这样了 废话了那么多 就这样了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Bye